谢谢我们请卫生局局长好吗 局长辛苦了 谢谢一众 这两年的防疫 看着说大家都很辛苦 也看到相当的成效 BA5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束手无策 没有武器嘛 我们现在没有次世代的疫苗 对不对 目前我们是没有次世代的疫苗 听说今天CDC要讲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了 在去年 蔡英文总统就宣布说 已经定了2000万剂的次世代疫苗 去年 书贞昌也是这样说 陈思东也是这样说 整整一年到今天为止 我们连EUA的内容方向时辰 通通都没有 昨天开学 是 你知道昨天开学 今天有多少家长收到停课通知吗 很多家长 很多家长 是 我去告诉你 在BA5听说对老人家 对小孩子攻击性更强 传染力更高 是吗 应该是这样讲 BA5它的传染力 就是比BA2要来的高 那好战是它的这个 中重症的这个率呢 是跟BA2是一样的 就是并没有比较高 是 中重症的致死率没有比较高 但是它传染力比较高 对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因为它传染力比较高 它染疫率就比较高 是可以 它染疫率比较高 是不是它并发症的风险更高 应该是这样讲 它总数目会比较高 对 因为它的传染力会比较高 也就是说 如果是慢性病 长辈慢性病 或是小孩子 我们过去担心的心肌炎 都是发危险出去 对不对 是 有可能它本身自身有这些问题 但是因为它染疫 而去激发它 或是是并发出来的东西 这个风险更高 就像一次染疫跟二次染疫 二次染疫很可能风险更高 对不对 我看到上面写说 18.9% 将近19%的二次染疫的几率 可是学长 我那天跟你讨论的 这过程中 这是黑素 因为现在抓到BA5的 都是做了PCR 才知道你是BA5 对不对 对 因为大部分的人 我们都是用快塞养确诊 但是有一些人 我们是必须要做PCR 比如说第二次 染疫要认定的话 比如说 它有规定的工作性质 不管是机师或什么 或者是你的工作条件 职场要求你要做了 核酸你才能够通过 他就去做 对不对 或者是远距会诊的时候 医师觉得有疑虑的话 你会安排 是 但是如果以 就现在的民众来讲 反正两条线就确诊 是 两条线阳性就是确诊 我也不用报了 因为现在免保险了 也没有确诊 什么居家隔离的补偿机 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动机去报这件事情 甚至于他认为是轻症 或是无症状 他连报都不报了 很可能 自有一定的黑素 很可能 尤其现在我们比较 老力密集的这些好朋友们 他根本不报了 他一天现在三四千块的公司 他一报下去要七天 他就损失很多 干脆不报了 我就当作一般感冒就好了 这样的状况 连是BA2你都抓不到了 不要说到BA5了 所以现在是黑素一大堆 这是事实 我们还是鼓励民众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快塞羊 就可以确诊 我知道 但是你的鼓励没有用 你的鼓励是苦口婆心 你没有武器 数字不正确 你还没有武器 现在一直鼓励打疫苗 打疫苗 打第三剂 第四剂 拼命叫人家打 我只打两剂 因为我要打第三剂的前一天确诊 我以为我是天选之人 又不是 我以为我有无敌心心 又不是 我有可能二次感染 对不对 非常有可能 对 几率是没有那么高 但是确实是有 但是如果我上一次感染到现在 假如我要三个月才能打疫苗 我这三个月 我上次三个月的抗体 已经第二剂 可能已经没有了 那我要再去打一样的吗 我在打外面口的疫苗 有意义吗 没意义它已经变种了 那次次代疫苗在哪里 我还扛得住 再回到我讲的那句话 老人家扛不住 小孩子扛不住 怎么办 请你新北市政府 卫生局超前部署 在没有武器的情形之下 观念上面 不是苦口婆心 观念上面 赶快做卫教 赶快做宣导 你看现在CDC在电视上面 还在讲1922 还在讲的东西都是什么 请洗手戴口罩 讲了两年了 还在请洗手戴口罩 不敢去面对问题 昨天才开学 今天有这么多小朋友 被通知停课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昨天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 故意就说新北市是最高 数字上我们是最高了 因为我分母太大了 对我们是400万 所以很多都是用数字来讲 分母太大了 但是你知道有人就有把他做文章 又是新北市 又是人口最多 我们分母大分子当然大 可是选举就怕这样操作 我一直在强调 苦口婆心没有用 面对问题 你赶快把你的 卫教的东西拿出来 我们大概每一个候选人 都愿意帮你传这样的资讯 让每一个民众都知道 尤其家长 家长很无奈 昨天送到学校 开开心心的进去 今天就要停课了 好不好局长 好没问题 提供一些资讯给我们 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鼓励导疫苗 我们帮忙你因应这个BA5 好不好 好谢谢 谢谢